接下來我們要上的重點就是真的是考試喜歡考的重點叫做斷層 斷層就是破裂的岩石的兩邊有所謂的錯動 那個叫做所謂的斷層 OK 我們前面跟你說 岩層受力 彎曲但是沒有斷裂叫做折縱 斷裂卡 斷裂完沒有錯動就叫做折縱 斷裂完有錯動叫做斷層 斷裂有錯動叫做斷層 彎曲不斷裂叫做折縱 斷裂沒有錯動叫做折縱 斷裂之後有錯動叫做斷層 這是我們的意思 OK 那麼斷層有所謂的斷層面 然後呢 有分所謂的上盤跟下盤 來來來來 等一下再抄 等一下再抄 最早分上下盤的是礦工 你們的知識水準都比礦工高 礦工會分 你們一定也會分 賈哥一直在上面 賈好聰明喔 所以賈叫上盤一叫 下盤 那如果這樣 丁跟丁只在上面 丁在上面 所以丁叫上盤丁叫下盤 啊 如果長這樣 誰在上面 不知道 這就是這裡跟你寫的 如果斷層面垂直地面就有怎樣 沒有上下盤之分 就沒有上下盤之分 所以上盤下盤 斷層面如果垂直地面 就沒有上下盤之分 就是斷層的意思 OK 然後呢 偶爾 題目還是會問你誰上盤 還是會問啦 還是有人會問 我知道一下 怎麼分上盤跟下盤就可以了 然後跟剛才一樣 斷層有分這種那種好幾種 我跟剛才一樣 我會教文言文 哇啦哇啦哇啦叫做正斷層 哇啦哇啦哇啦叫做逆斷層 那些哇啦哇啦通通都不重要 做到的事情是看到底會認 看到底會認就可以了 看到底會認就可以了 好 第一個叫做正斷層 正斷層 正斷層 上盤相對下盤 向下移動叫做正斷層 上盤相對下盤 向下移動 上盤相對下盤 向下移動 噤面相對下盤相對著 叫做文言吻 叫做正斷層 白畫紋 應該吊下來的 吊下來 正常叫做正斷層 正常叫做正斷層 所以這就是判斷的方式 正常該往下掉的就給它 位方向下 ost 就叫做所謂的正斷層 像這樣 。 咻 正斷層 正斷層 OK 好 刚刚跟你说了 刚刚跟你说了 我讲的那个文言文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考试人家 画个图给你看 你认得出来他叫做正斷層就可以了 画图给你看 你认得出来他叫做正斷層就可以了 OK吗 OK 很好 然后下个叫做逆断層 逆断層的文言文叫做上盘相对下盘向下 向上上盘相对下盘向上移动叫做逆断層 好 一样 来 这样子好了 来 谁应该往下掉 讲义 结果讲义不往下掉 讲义往上冲 不正常 叫做逆断層 文言文 上盘 下盘 上盘相对下盘 向上移动 叫做逆断層 文言文叫做上盘相对下盘向上移动 白话人叫做应该往下掉 应该往下掉 却往上冲 叫做逆断層 不正常的叫做逆断層 不正常的叫做逆断層 就可以了 好 这叫做逆断層 逆断層 也是一样 文言文不重要 人家画图给你看 看你认得出来就好了 像这样 像这样 你认得出来就可以了 逆断層 你会认就好了 就是人家画图给你看之后 你看得出来 它这个东西叫做逆断層 就OK了 就是你要学会的事情 OK吗 所以 刚刚跟你讲说 文言文都不重要 看到图 看到这张图 你认得出来它叫做逆断層 就OK了 可以吗 可以 知道什么叫证断層 逆断層之后 还有一件事都要备好 叫做张力造成证断層 压力造成逆断層 你要给我备好 因为这件事我后面要用 这个想法我后面要用 所以你要把我备清楚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你就给我备好就对了 方法一 人要疏解身心才会精神愉快 压力太大会失常 压力造成逆断層 张力造成证断層 方法二 借你的手 分开叫张力 张力 看出来啊 张力造成证断層 压力 压力造成逆断層 所以张力证断層 压力逆断層 这样比你太夸张 用手指头拨手指头 只能够比压力 压力造成逆断層 压力造成逆断層 好啦 我说了 不管你有什么方法 不管你有什么方法 你就给我备好就对了 因为这件事我后面要用 请记住 张力造成证断層 压力造成逆断層 请你给我记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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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